哈囉!大家好我是小翔 去年華碩發表了首款電競手機 ROG Phone 不但引起相當熱烈的討論 之後憑藉著方便的操作設計 升級版的處理器 以及更好的散熱系統 更成為許多媒體所推薦的電競手機 而現在華碩也確定在 7 月 23 日這天 並選在中國北京也正式發表 下一代電競手機 ROG Phone 2 那麼關於 ROG Phone 2 目前也有一些資訊被流出 我們趕緊來看看發表前的整理吧! 從中國通信部所流出的照片中 可以看到這次 ROG Phone 2 在外觀上延續上一代的設計風格 不過如果跟上一代仔細比較還是有一些改變 比方說正面部分 ROG Phone 2 不但所窄的上下邊框 螢幕比例相比上一代的 18 比 9 看起來也更長 另外雖然都具備前置雙喇叭 但外界上也是有些微的變化 再看到機身背面 同樣保有獨特的設計風格 但一些小細節則有一些不同 比方說雖然同樣採用雙鏡頭配置 但外框的多角形則明顯不同 另外鏡頭旁也採用雙色溫的閃光燈 其他像是散熱孔的部分也有做一些調整 而最大的改變則是在指紋辨識器 ROG Phone 2 少了背面指紋的配置 像是指出有可能採用螢幕下指紋的辨識方式 但目前並不清楚會選擇光學式還是超聲波式 至於 ROG Phone 2 的 Logo 預計仰保有 RGB 燈組 可以用來製造出多彩的燈光效果 那麼側邊按鍵方面除了音量鍵、電源鍵之外 也將會延續 AirTweger 超聲波感測器 可以用來模擬遊戲手把的 L 鍵跟 R 鍵 接著看到一些規格上的資訊 在機身尺寸方面 ROG Phone 2 雖然具備差不多的寬度 但長度卻多出不少 而這跟螢幕比例變長有關係 另外厚度部分也增加 1mm 左右 整體厚度將近 1cm 預計是因為電池變大所導致 而材質方面則跟上一代差不多 主要採用正反面玻璃設計 而在排氣孔跟邊框則是由鋁合金來打造 那麼在顯示方面 傳出將會搭載更大的 6.59 吋螢幕 如果從機身尺寸來推測 螢幕比例可能會來到 19.5.9 另外解析度則預計維持在 Full HD Plus 其他比較重要的升級則是在刷新率 從調照中可以看到具備 3 種刷新率選項 其中還包含上一代沒有的 120Hz 這代表著將會帶來更流暢的視覺體驗 當然這還得遊戲方面的配合才可以達成 至於主相機規格還沒有任何的消息 不過如果以上一代來推測 ROG Phone 2 採用的相機模組 有滿大的機會會跟 Zenfone 6 是一樣的 再來看到主要的硬體配置 華碩已經對外表示 將會讓 ROG Phone 2 大載上高通近期 才發表了 S855 Plus 處理器 簡單來說就是 S855 的升級版 而主要針對遊戲的需求來做設計 包含 CPU 主頻的核心藉由提高時脈 讓 S855 Plus 比起 S855 可以多出 4% 的效能 另外 GPU 圖像處理器的時脈 也採用上更高的頻率 高動表示比起原本的 S855 可以提升 15% 的渲染效能 而現在跑分資訊也被曝光 可以看到 CPU 單核跟多核的分數 比起原本的 S855 要再略高一些 而同時從這項資訊中 還可以發現 ROG Phone 2 將會內建 12GB 的記憶體 這比起上一代的 8GB 記憶體要來得更大 另外電池方面也有一些消息 從這幾個碟照中來觀察 ROG Phone 2 將會內建一顆 5800mAh 的超大電池 這比起上一代的 4000mAh 要大出許多 如果消息屬實 那麼續航表現將會大幅度提升 至於充電則沒有大大改變 雖然一樣維持在 30W 的快充能力 但從瓦數來看 已經達到相當快的充電效率了 而目前建議售價雖然還無法得知 但如果從過去的售價 以及近期 Zenfone 6 的開價來推測 ROG Phone 2 預計要再多出 2000 到 3000 元 那麼大家覺得最後的建議售價會是多少呢? 總之最正確的消息 還是要等到發表會才能確定 而以上就是關於 ROG Phone 2 的最新消息 這些資訊就給大家作為參考 最後你們看完影片後 你會考慮購買 ROG Phone 2 嗎? 別忘了在右上方投個票 另外對於 ROG Phone 2 有什麼樣的想法呢? 趕緊在下方發表你的看法吧!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按個喜歡並分享 想要持續最重要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 並按下提醒鈴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喔!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、IG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!